今天典禮過後終於可以吃一頓大盒 前天是斷食36小時 但我不會長這樣很多 我CP值真的很高 我得獎的心情好不真實喔 我覺得我今天回家好像又睡不著覺了 對 就是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然後很謝謝評審 然後也覺得其他跟我同時入圍女配角的 其他女演員們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我其實真的沒有遇到會所得獎 但是就是還是很感謝 然後真的很開心 然後今天典禮過後終於可以吃一頓大盒 所以你到底忍了多久了 我忍了超久 我從公布入圍圓 我幾乎一天都只吃一餐 然後前天是斷食36小時 然後今天也是只有早上 因為我公公看到我氣得實在太差 他說我怕你去 竟然想要暈倒 然後他就拿了一碗雞湯給我喝這樣 然後我就是喝了那碗雞湯就出門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 常常我有記者或者是朋友會問我說 那你覺得你跟阿玲是有哪裡相像 或是哪裡不同的地方 那其實我一直一直覺得 阿玲有一個很重要的生命力 就是他那個一直在不停轉動的那個陀螺 在他的心中 我覺得那是 就是跟我本人有一種不某而合的感覺 所以我在演阿玲的時候 其實也是真的把非常非常多的 我的一些內心深層的想法都放進去 其實最最一開始 傅天宇導演找我的時候 他有問過我說 你會排斥演不討喜的角色嗎 我說我完全不會 因為我個人是非常喜歡挑戰 反派角色的 因為其實就是從影以來 就是很多人都會覺得我的臉比較無害 就是比較可愛小女生 然後我自己一直很想要挑戰一些 可以跟我的長相有一些反差的東西 然後我自己認為阿玲是一種雜討 就是大家可能不會喜歡他 他就是長在那邊 可是他又很任性的 會一直長好長滿 有什麼想在挑戰 有點不敢想像 因為就是不是很多人會說得獎佛咒嗎 有點害怕 但我不會長這樣很多 我CP值真的很高 然後但是我就是也很希望可以有更多的 不管是導演也好 或者是製片 或者是製作人也好 都可以更願意的給我角色來演出 因為我覺得 就是 感覺金馬獎 得到金馬獎好像就多了一個 官方肯定的感覺 所以就覺得說 我是有官方認證的喔 可以找我喔 這種感覺 金馬獎把今年的最佳妳配角 換給了方知友 我們恭喜方知友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